主席昨晚睡得好吗 有没有失眠 柯文哲一早出门 脸色很不好看 因为蓝白盒再度陷入僵局 马半蓝白三方民调专家 挑灯夜战五个小时 依旧没有共识 要三位专家认同 误差范围就是五比一 这一点当然不能签字 摊开蓝白双方共九份民调检视 有争议的ET Today 东森好好听暂时搁置 剩下六份民调 若是以柯喉对上赖销 减去喉科对上赖销后 得出的数字在误差范围内 就是侯科配得分 得出三比三的结果 但民众党声称 国民党主张 离让两倍到百分之六 才有五比一的状况 在三趴以内我算我输 我还是让你 今天如果要赢柯文哲六趴以上 参加当总统候选人 我认为到大选不会赢 这直接会直接崩盘 国民党可能要思考一下 他们的这个六趴的 这个数字是怎么出来的 柯喉跟喉科之间的比较 他们不是互斥的两个选项 柯文哲批评光是百分之三 就被幕僚骂到不行 直言要让他六趴 真的吞不下去 我当时心里面想说 好啦让三趴算了 单单这一点 就可以让我们的发言人哭了差不多半天 你知道 那六趴你干脆一开始就说 我们都什么都不要 你就直接来当我的护手就好了 原以为蓝白河在今天就能有结果 没有想到再度卡关 柯文哲声称没有撕破脸 甚至还制定给马办执行长肖旭成 强调蓝白河没有破局 这蓝白河这一定没有问题 大家彼此和谐这没问题 我现在是一定不要一个人跟他们谈 因为我现在太容易就变得狂了 但19号就是世事大会 如今再度卡关 柯文哲的副手人选会如期登场吗 今年的选举实在是充满的惊喜 我看到24号下午5点以前 什么都有可能 我觉得当时那个朱主席 心存正念 我们还有很足够的时间 正正当当的民调 这解决了何必今天搞成这个样子 坦言当初直接做民调就好 柯文哲把错怪到了朱立伦头上 却忘了当初自己也有签字 现在双方又没共识 到底要合作还是翻桌选到底 选民真的五萨萨 记者彭尹德 蔡平庸新闇采文报道 请不吝rd